继续我们的《秋游好时节》系列报道 作为一项场景丰富又带入感的娱乐项目 剧本演艺游戏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近来这个娱乐项目正在走进景区博物馆等 在实景当中不仅能够沉浸式的体验 还能够在游戏的同时了解传统文化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赵鹏是个剧本演艺游戏达人 北海公园他早已来过了很多次 此次专程打卡 是为了体验这里的一款实景剧本演艺游戏 室内会有一些限制 然后我们是在网上看到了这个户外的游戏 然后就过来参加这个游戏来了 按照地图指示 他们首先来到了团城 根据剧情演艺发现了一个大酒缸 在这里了解到这个玉器的名字叫独山大玉海 是当年原始组忽必烈打造的成九器民 根据任务线索 赵鹏在其身上发现了下一关卡的线索答案 葱儿品的是什么呀 葱儿品 黑色的狮子 然后我们就要在这个上面去找狮子 据了解 购买一套剧本演艺游戏产品 价格一般在100至200元 每套可供三个人共同游玩 由于社交属性强 价格经济实惠 户外的实景剧本演艺游戏 也受到不少亲自家庭的喜欢 对孩子来讲是一个户外的活动 一个是呢 它是一个实景的一个探秘 然后比如说它有这个团城的这个题目 那我们就要到团城里边来 然后呢寻找相关的地点 然后来解谜 之前还玩过预言坛的那个 就是也是这个解谜的 就是它那个故事情节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们是借鉴了剧本杀的元素 在做文化输出 它其实还有包括一种全新的元素 比如像这种实景密室的元素在里面 它其实更像是一个综合的 这个文化解谜的这种玩法 业内专家表示 尽管剧本演艺游戏属于小众业态 但它是更加追求深度体验的内容经济 它的引入不仅可以促进景区和酒店的二次消费 也可以有大规模引流和营销的价值 文理的结合实质上它更加的追求 是深度体验的内容经济 使我们的景区和酒店 更容易向消费者和游客 展现自己的文化价值 和运用文理融合的能力 这样就能提高客户的粘性和附加值